現在一好三壞 看看這個球結果 這一回一雷神 還是 救人喔 場邊的潘維倫 這時候搭配的捕手 也已經蹲了下來 這時候看起來是 決定要換頭嗎 對 因為這時候也必須要 當機立斷 在潘維倫的部分呢 他也是打過第一屆 對經典賽的國手 這一次是第二次的來打經典賽 他從去年的九月份呢 才復出 我先把這個危機看看能不能劃 這是一個平背的安打 三壘上跑者這時候要回來得分 二壘上跑者繞過三壘 又掉了 這個球又稍微落了一下 讓一壘上跑者也上到了三壘 這對 中華隊在這一局來講是 非常的不利 這一次的安打呢 是帶有兩分的打點 所以中華隊趕緊在這個時刻 換上潘維倫 足球有點擠到 這個位置二壘手往邊線附近移動 接到之後 三壘上跑者夾好了幾步 經過一個轉傳沒有問題 現在兩號一壞 砍這個球 達成了一個滾地球 二壘手接到之後 傳一壘 把結局給結束掉 不過荷蘭隊在這個半局當中 取得了3比0的領先 現階段是要先把荷蘭的一個分數 凍結住 這個球打了一個反方向 這邊今天依舊是一個大逆風 左壘手是楊代剛 把這個球輕鬆地接住 這個球擠壓到形成了一個滾地球 游擊手很快地去前接球之後 外傳一壘兩出局 將第四棒的強打棒 巴倫天呢也給刺殺朱菊 兩好三壘 這個球打起來還是選調 今天呢 Andre Jones已經是第二度的獲得四壞球 修正一下這個球打了一個平壁球 被二壘手直接接近了手套當中 接著這個半局荷蘭隊的攻勢 留下了殘留目前3比1 荷蘭隊兩分戰時領先 週期球場的中和大戰 這場比賽呢在二局的上半呢 這個中央隊一度是陷入了空前的危機了 但是也是一口氣掉了3分 但幸好在二局下半呢 沒有任何的這種灰心桑子 立刻就懷疑顏色最後的1分 而且潘厚倫呢在三局的上半呢 也表現出相當沉穩的一面 雖然出現了一個保重 但是呢沒有讓荷蘭隊呢 再繼續地往前推進 得到任何的分數 那也使得目前分數呢 是金金兩分的落後 現在必然要用這種心態 這一球打高了 是一個衝天炮在中外野的方向 中外野手林哲瑄 往後退把這個球給接傷 這個 寄今經典賽的投手 這一球打成呢 果然是一個穩地球 有幾手接到之後 傳向一壘沒有問題 形成了一個三上三下 四局上半結束目前 荷蘭隊3比1 兩分暫時領先 這一球打了一個左愛的飛球 這邊是逆風 左愛手趕快推後 往後追再追再追 想辦法接殺出去 哇 推得真快 謝謝啦 天佑台灣啦 左愛也是大逆風 不過這一球真的危險 危險 持續是把荷蘭隊給壓制住 這個球三列手接到 陳佑基接球 電兩步對角傳一壘沒有問題 兩出局 中華隊現在攻防都順起來了 對 你看佑基所佔的位置 正好一個彈跳 這一球打成一個飛球 奧雷手往後 中華野手追過來沒有問題 形成了三上三下 五十個球 結束了在五球的上半 目前荷蘭隊的攻勢3比5 落後給中華隊 中華隊 中華隊搭戰荷蘭隊的比賽 現在在台中洲際棒球場 讓大家可以說 好像洗了一個三溫暖一樣 一開始中華隊掉了三分 但隨後開始步步的進逼 目前已經是在前面四局打完之後 反而是5比3來超前 防守方面的一個重大攻勢 當然就是中級的潘維倫 在第二局臨危壽命上來 但可以說是越投越好 漸入佳境 也可以說是讓荷蘭隊的一個攻勢 沒有辦法再發揮出來 目前荷蘭隊在前面五局打完之後 僅僅就一隻安打 那潘維倫剛剛好用了五十個球 那會不會繼續地往下投 咱們也就繼續地往下看吧 兩好一壞 這個球擠到游擊的附近游擊手 往後退一下 借殺出局 投得漂亮 壓制住這種連續兩年 央連的拳雷打王 這一球打成了一個平背球 中外野手過去 林哲學把這個球借殺出局 好球 這個球打成了一個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林志森接球之後 船上一壘沒有問題 形成了一個三上三下 六局上半結束 荷蘭隊目前三比五 落後給中華隊 潘維倫還是非常的沈穩地 在這個半局又投出了一個三上三下 可以說是在今天呢 整個比賽的中半段呢 有著潘維倫的壓陣之下 中華隊才得以 是一步一步的一個反攻 那目前呢中華隊還是兩分的領先 兩度的一步的 對應